大家好,我是白同学 张天师是一个人物,也是一个称呼,也是一个职位 东汉末年,战乱分歧 在巴蜀一带有一群巴人信奉乌教 常以祭祀为名,聚众敛财,无恶不作 当地的百姓苦不堪言 张道林得知此事,率王长、赵生二位弟子前去降妖 所以至今在川于一带 仍旧流传着张天师以剑印服录大破鬼兵的故事 到了汉代顺帝汉安元年 张道林在赫明山封天师之位,传正义蒙威之道 张道林任第一代天师,从此天师称号就开始传承了 天师二字代表的就是道教的最高领导者 从此天师一脉带领的道教开始发展 此时的道教传承皆为自封和民间传火 从元朝护必烈开始,官方正式承认天师称号 道教随之蓬勃发展 天师的传承必须鉴定天师世代的信物 相传的对象一定要以张氏宗亲为准 成绩天师职位以血统为准 不是天师血统不传 所以天师的传承一般都是父辈 直接传给子辈 若后代无子嗣的话,则由兄弟叔侄辈中出 选出贤能者来成绩,传授 至今从未有外姓者来接任 更未有女性接任 世代天师也必须居住在龙虎山之上 镇守道教根基 或许真的是宿命 一金六十四寡,天师六十三代 虽然现代有很多人自称天师后代 承惜天师职位 但是龙虎山天师府从未承认任何自封的天师 所以天师的传承已经中断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是六十三代天师去了台湾 至于为什么去谁也不知道 据说是算到了劫难 为保道教根基,避到台湾了 也有人说是被蒋介石带到台湾去了 但是不管什么原因 六十三代天师之后就再无张天师了 现在台湾也有道教天师 大陆也有道教天师 可惜都是不被承认的天师 完成天师的成席必须要有天师的硬性 镇守龙虎山 但硬性已丢,道法已失 天师一脉显然已经中断了 按照道家的理论 八八六十四谣 穷尽周天造化 天师在人间自然不敢传一个圆满 于是就到六十三代为止 不传也说得过去 倒是应验了龙虎山一代的民谣 绝不绝,灭不灭 六十三代有一些 对了,有一位道士朋友还跟我说过 没有天师寿路 也没了驱邪除轨的凭证 现在的俘虏威力全部消失 道教已步入困境了 嘿,笑一个 》 《啤酒》